新闻首先来看到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昨天晚间登场 隐心黄秋生以白日青春夺下金马影帝 张爱佳则是相隔三十六年 以灯火阑身三度丰厚 两个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别具意义 带着电影中一起合作的童星林诺上台 曾三度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隐心黄秋生 电影作品超过两百部 三度入围最佳男主角的他 首次以白日青春夺下金马影帝的荣耀 因为我等了这个金马的男主角好多年 我最想告诉我妈妈我终于得到 可是我妈妈已经不在了 魁伟三十六年以灯火阑身第三度拿下金马影后 张爱佳同样不可置信 这是他第十度角逐金马影后创下记录 其实这几年我真的是很习惯 坐在下面看大家得奖 所以 一时之间真的不想说什么好 我真的是很怕电影会被小荫幕取代 我希望电影永远永远地存在 而获得十四项提名的入围大赢家致齿 最后拿下最佳改编剧本 最佳视觉效果 最佳美术设计 最佳摄影四个奖项 最佳纪录片则颁给了以越南移工阮国飞之死为题的酒枪 最终大奖最佳剧情片 则是由一家子而咕咕叫夺下 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有多少 可能可能非常的少 因为也许是我选择这条路 必定会吓跑很多人 但是我要跟你们说 我知道你们都在 一定在 也许在现场 也许在电视机前面 我想说 可不可以让我们成为我们彼此的信徒 然后我们一起走下去 从部落挺进金马奖大舞台 陈杰瑶以哈勇家击败劲敌 获得最佳导演 也是金马奖史上首位台湾原住民女性导演 拿下该奖项 最佳女配角奖 由同样是哈勇家的林湛珍珠 以七十四岁高龄击败劲敌夺得 最佳男配角由朱宣扬 以黑的教育展露头角 金马五九 每个奖都是对演员最大的鼓励 记者朱凤柱齐称 综合播的